所以我在家裡就先找了一些一個人活動 然後暫時應該再多帶一個摩扇蛋 是一個放空模式 加大型的桌墊 就是想要淺色系的 對 放裡面就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到这边的停车场了 我发现这边的车位在平常很好停 然后我们如果停这方向的话就可以看海 虽然这个海不是整个瞭望无际那一种 但是就可以看一些渔船啊 然后这些波光玲玲的海面 然后我今天打算在那边吃午餐 我今天带了这些箱子 那这箱子是我老公买啤酒的时候送的 然后这是家里原本就有的小桌板 我最近不是在研究一些车博车路的东西吗 然后就发现车博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要去停停车场之类的话 就是我们要实行装备不落地 所以我在家里就先找了一些 这些家里现有的东西 然后模拟在车上吃东西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刚刚把我的小餐桌弄好 但是我不如预期的就是它会移动 对就是可能真的如果喜欢玩车博的话 就是要去找有高度的桌子之类的 目前我暂时用的小桌板 我今天就在这边用餐 然后看着外面的大海 还有一些钓客在钓鱼 那个方向就是雨林天梯 我发现现在蛮多人都喜欢一个人活动 然后暂时不用陪人家聊天 一个人吃吃东西 然后看看海喝喝喜欢的饮料 这种感觉 先这样子吧 五颗小笼包 肉丝炒饭 我这次没有点排骨炒饭 就点肉丝炒饭 然后我发现平日的 景太空还是很多人 所以还好我刚刚是用线上点餐 它有一个预估取餐的时间 差不多那时间到再去拿就好了 然后我再拿一些东西 因为我有自己带餐具 也是主杯录影要用的 然后还有追剧的平板 我最近在看我们不够善良 还是我不够善良 等一下我先连一下我的 我的手机勒 我们 我们 不够善良的我们 应该再多带一个都是ç 超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移动到前座这边 坐在这边吃东西也是蛮舒服的 一个折叠凳平面也可以放 然后我把我们家这个桌子拿过来 就变成说这边可以多一个平面 但是就是不是很平 就是有点客难这样子 这个椅子都会有一个拨度 然后难怪大家说什么平整化 其实平整化真的蛮重要的 就要去找垫子垫起来 然后我最近爬文是爬到一个东西叫做打坐垫 它垫子就会呈现T型的 就刚好可以填平这个斜度 再考虑要不要购入 反正先这样子 不然就是底下找什么东西把它垫高一点这样子 在前座吃东西可能会比较刚好一点 因为这边还可以放饮料嘛 如果去车博的话 应该也是睡后座 那我在淘宝买一个生气小东西 等到货之后再开箱给大家 它就是可以架这边的小桌板 就也可以在这边吃 我还没看到食品 所以我不知道多大 好像是27公分而已吧 就这样子 露营大家知道平面啊桌面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上面摆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买的还不错 目前我这种克难式的车博新手练习中 想说就拍个记录 有点理解大家喜欢车博什么感觉 就觉得说家里有床什么不在家里睡就好 然后家里还有冷气又舒服 车子毕竟是自己的空间嘛 像我今天来海边 然后就可以看海啊 然后天气又很好 可以看到蓝天啊 然后吃东西啊 然后视野很开阔 就跟自己在大楼里面是不一样的感觉 像是一个放空模式 好舒服哦 我有带一些东西出来 有充电器 哦这个 之前在露营用品店买的 这主要是要扣车鞭帐 因为我有在淘宝买车鞭帐 然后这个是强力磁鞭 主要是要挂灯 可以在田木挂灯 然后也可以在车子 这边这样可以挂我的露营灯 就可以随处去吸我想要的地方 反正就是这边边的地方它是铁的 所以就可以吸 然后这个配件也可以吸 这两个可以把它吸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个别的去吸在你想要的地方 我觉得这东西还不错 而且是白色的 所以仓波的肯定池 现在往后 丁 sporty 难过 西湖 HELLO 回來了 我覺得這樣子換個地方吃午餐 感覺還蠻舒服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家這袋子 這是第一袋的 是扣子版 我們現在改成拉鍊版本的 我覺得我們這袋子還真不錯 就是你裝一些髒髒的東西不用擔心 我剛剛隨便啊什麼東西都往裡面丟 你看這醬汁當垃圾袋用 就有保溫效果 然後像我們這種有孩子 然後喜歡跑戶外的人這種 就不用擔心會髒掉 我沾到醬油的地方 沖一下水 然後裡面拿四十斤擦乾 或是倒立亮乾就好了 真的完全不怕弄髒 今天是我們四月份的新品上市 是大家敲碗指定想要加大型的桌墊 因為我們上一次桌墊是一組兩路 那這個加大型的就是直接一路 因為它比較大一點 那時候有給大家投票 有鵝黃色跟這個奶白色的 那我自己是比較傾向奶白色的 那剛好搭投票也是比較多人喜歡奶白色的 像我覺得這種面積大的 顏色一定要淺不要太深 因為太深的話就整個會比較壓迫 那我們這次餐店上面是做有點像水魔石的花紋 那卡儀的風格就是比較清晰淡雅 那這個我們就搭配米色卡色 就幾個顏色去挑 這加大型可以放好幾道菜 糖 尺寸我再把它秀在這裡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它是淺色的 那淺色會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它髒汙會比較明顯 然後它食物染色沉澱會比較明顯 當初我在試樣品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問題 那我跟它提出跟團隊討論 但是我又不想捨棄 我就是想要淺色系的 那誰知道呢就是過幾天 我們染色的那個地方 它就消失了 就很奇怪 它就不見了 大概是這個位置 因為那時候是沙沙醬還有番茄醬 就是有染色狀況 然後都擦不掉 團隊他們在辦公室也有同步做測驗 然後後來也是發現過幾天 那個食物色素沉澱部分就消失了 後來團隊跟工廠技術團隊 然後也有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判斷室內的燈光也是會有一些紫外線 那這紫外線就會慢慢淡化我們食物沉澱部分 反正它就真的消失了 如果你們要買這個大的餐墊 先跟大家講它有可能會食物染色 我還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畢竟餐桌墊它的主要功能 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原木桌子 因為我們原木桌子不可能常換 但是這個餐墊幾百塊的東西 你有可能髒了你可以換掉 你比較不會心疼 所以它主要功能還是要保護我們的桌子 所以這東西如果它有髒有救 不要太糾結 你就換掉就好了 我覺得權衡取捨之效 我還是希望它是白色的比較漂亮 我們上一版比較小的 可以放三菜一湯的尺寸 也賣得很好 除了當餐桌店之外 它可以當滑鼠店 但是它上面不適合寫字喔 因為它不是電板那種材質 它是有一點點亂的 所以你在上面寫字可能會有點壓痕 然後大概可以放到櫥櫃裡面 當成一個稍微有點緩衝 你的磁器啊什麼的稍微有點緩衝 或是放在櫃子裡面 反正它就是一個漂亮的小墊子 那這次新品出的這個家大版的餐桌店呢 還有大家敲碗的刀剪組 我們也開始單售囉 那我們家的刀具 剪刀呢 都是用比較好的德國鋼 因為這種東西你不會常換 你一個好的刀子 你就可以用很久 刀子組合三德刀跟水果刀 那水果刀也可以切熟食 我有切麵包也有切牛肉過都OK 然後我會希望這個刀子的材質是好一點的德國鋼 因為鋼有很多種等級 然後你們在用的時候可能感受不出來 但是時間一長 你們就會感受得出來 什麼叫做好的材質 看我們家水果刀就好 它雖然做那麼薄 但是它韌性很高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就很有感覺 那我們家刀子是可以磨的 然後是一體成型 它不會常用納垢 所以你可以丟洗碗機 你可以隨便用開水清洗消毒都可以 總而言之它就是一個 你可以用很久 陪伴你很久的一個好刀具 這造型也是很簡單很簡潔 我不希望它有太多多餘的設計 那這次我們新品就是 家大型的餐桌墊 跟我們的刀剪組已經開始單售 大家在一起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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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い 不可能 … 現在 有的 煮熟 200塊 接近100塊 黃蘿蔔跟星星 我撒鹽巴好不好 可以嗎 很難得 還是要怎樣 還是要吃這樣 綠 就是魚 照片 太陽 全然看不到 來了 肉 炒 牛肉 油 放入肉片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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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